究竟什麼是創意? 有人說是靈機一觸 靈光一閃 是天馬行空 突如其路 我叫Sharon 我條短片25分鐘的短紀錄片 叫做原來我 Creativity is 其實整條片是講關於創意的 創意跟一個人的生命感很有關 一個人覺得自己的生命有沒有意義很有關 有什麼影響到你有多充滿生命感 你有多有動力 這跟創意很有關 我想起一個美國心理學的研究 他們比較了不同國家的人 生命意義感有多大 發現香港原來是全世界最低 就是由六個來自很不同的背景 有心理學家、創業家、空間設計師 有一個瑜伽導師 有一個搞環保的 然後有一個發明家 六個人去說他們覺得創意是什麼 也會提到為什麼 這麼多香港人覺得自己沒有創意 這個東西 社會是只需要你去買東西 而不需要你去想東西的時候 你會慢慢變到覺得 Creativity是屬於其他人 但不屬於你自己 因為那個題目太 broad 如果你拍創意 你可以跟一個藝人 你可以跟一個項目 你可以跟一個項目 但是我的手法 就是真的找了一站不同的人 去講這個概念 講一個概念的紀錄片 其實是由一班大學生 是由他們告訴我 他們覺得沒有創意 就算有又怎樣 他們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是由這個觸發到整件事 他們的思想裏 創意這件事其實不太重要 很多人就會去禁止你 曾經教授有說 其實創意就是創造意義 當我們在我們的生活裏 能夠不斷創造意義 這個就是我們每個人 基本有的創意 其中有一個講者 他是一個日發運血儀 他說 創意是你的能力 你在平時生活裏面 你會面對很多事情 他在影片裏面 他有分享到一個故事 你會面對很多事情 但你怎樣去看這件事 其實那個就是創意 所以創意不是天馬行空 而是你怎樣去明白你的現實 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 恐懼的情緒 是會令到我們集中所有精神 去解決前面的威脅 我們很想探討香港這個城市 怎樣看創意 所以就覺得應該是寫實的 但其實我也很想 我自己也很想挑戰 紀錄片的框框 但其實紀錄片的形狀 是可以 可以怎樣都可以 你只不過是講一個 真實的故事 所以這次其實 我們是用了一千多條 很小很小的 片來砌一條紀錄片出來 希望你們會覺得有趣 再 formed一千多條 還有一千多條 你要去給我 見到我們 那些球 一千多條